而國際奧琳派委員會主席羅格對東亞運動會的開幕禮表示讚賞 更加說會比一面金牌這個開幕禮 另外東亞運就說剩下的賽事 所有門票竟然賣出七成半對入座率感到滿意 我們看昨天其實那個入座率比前幾天好很多 很多的賽事那個氣氛都非常熱烈的 比如說冰金球我們女團拿到冠軍 都見到球迷在會場非常踴躍去支持香港隊 入座率都達到八九成 他又說今天舉行多場的冰金球比賽 入座率比之前的高 至於未來兩天的排球賽事門票已經賣光了 而星期日在紅館舉行的閉幕禮 還有一半的門票還未賣出 東亞運動會共有四項公路賽事在新駕舉行 多個路段分別要封閉 因應部分在公路進行的東亞運賽事 青沙公路往九龍方向的行車道 星期四早上五點起要封閉13個小時 以配合單車公路賽 另外馬安山創新路 以及將軍澳多條的路段 都是星期四至星期日間結性封閉 民宿署就預計 星期四沙田區部分的道路會比較繁忙 提醒市民注意 所以外觀求整理可以 controle 加密輸入三角落 美車市民旅行 craftsman 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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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安